下一題 下一題的怪的地方是 它的接法很怪 通常你們不會看到 這種接法 然後呢它就問你說 我的乾電池都是1.5伏特 那球 燈泡兩段的電壓多少 當你看到一個怪怪的 東西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是 重劃一次 然後你就比較看得出來 比如說這一題 從這個燈泡出發 從這個燈泡出發 然後就繽紛兩路 有一路呢去接一個電池 有一路呢再去並聯一個電池 然後呢這個就匯合 匯合 匯合 通通去接到燈泡另外一邊 那你就會看出它是什麼回事 或者你的觀念很清楚 老師教過什麼叫串聯 什麼叫並聯 你記得老師教的串聯就是正負正負相接叫做串聯 並聯就是所有的正接一起 所有的負接一起叫做並聯 那你觀念清楚你可以看出它怎麼回事 那請問你這裡兩道的電壓是多少伏特 兩道電壓多少伏特 可愛小女生 Number 5 比你五號 比你五號 五號誰 五號誰啊 六星要讚你對我微笑的 看我 答案 有人跟你講三伏特 你要不要相信他 我就是三伏特 你錯 這三個電池的所有的正極都接在這一邊 所有的負極都接在這一邊 所以它什麼臉 病臉 三個電池是病臉的 所以 病臉電要怎樣 一樣 所以是 1.5伏特 用我剛才跟你講的講法重劃一次 來好好重劃一次 燈泡 出來 繽紛兩路 有一路去接一個電池 有一路去接兩個電池並聯 兩個電池並聯 然後這匯合 拉回去接到這邊的電池另外一邊 這個出去 也去接到電池的另外一邊 所以就看出來這 這是上 這上個什麼聯的 這上個是 病臉的 這上個是病臉的 所以 電池就一樣 電池就一樣 1.5 1.5 就這樣子 遇到這種怪怪的 的時候 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它拿起來重劃 劃得方方正正的 你平常習慣的樣子 你就可以知道 怎麼一回事了 這是我們的練習08 可以嗎 可以